一群江湖汉子正在酒楼里聚会 不料一个身形勾楼的老太婆闯了进来 身边带着个小女孩 众人见她老太隆中 还咳嗽不停 都以为是沿途乞讨的 对她大呼小叫 不料下一秒 众人见来者不善 立刻一拥而上 结果还没等他们靠近 老太婆依然转动身 数十道光点从她管杖内射出 瞬间将这些人击飞 随后老太婆让女孩告诉众人 你们今日都是被婆婆的金花所伤 要想活命 就赶紧去女山湖蝴蝶 找一仙湖青牛医治 否则不出半月 必死无遗 此时受伤人群之中 吉小福也赫然在恋 她听到这话 便带着女儿杨不悔 前往蝴蝶 结果好巧不巧 在那里遇到了张无忌 无忌如今身体已经好转 还学会了给人治病 她与吉小福有一面之缘 知道这是英六叔的未婚妻 于是以自己所学医术相就 只见她先将一根银针 插入吉小福手臂上 旋转数次 然后换到肩上 再旋转银针 经过一番娴熟的操作 吉小福顿时感觉身体舒服了许多 杨不悔看到妈妈得救 当场赏给无忌一个香吻 可是没过多久 金花婆婆也来到了这里 当她在对话中得知无忌的身份后 二话不说就想带她上灵蛇岛 逼问金毛失望谢迅的下落 吉小福见状 急忙过去阻挡 金花婆婆 请不要为难小孩子 你怎么还没死 我金花婆婆的事 要你在这儿剁嘴剁舌吗 金花婆婆刚想动手 不料灭绝 失态突然现身 吉小福见到师父 还以为是来救自己的 乃至灭绝一开口 她心里就凉了半天 你怎么到今天还没死啊 看来灭绝今天是专门为了清理 轮户而来的 不过大敌当前 她只好暂时还一会 金花婆婆 你不在你的灵蛇岛上纳服 却跑到中原来生事 还假冒我峨眉派救难暗计 这笔账应不应该算呢 要跟老神算账的门派 多如牛毛 我不在乎你峨眉一派 灭绝师太懒得跟她废话 拔出宝剑就招呼过去 你手中拿的 可是天下第一宝剑 你以天剑 算你实货 果然是好剑 好 今天我认输了 阿灵 走 灭绝师太虽然仗着以天剑的优势 赢了金花婆婆 但她也被对方的内力震的气血翻涌 不过此刻让她感到最不舒服的 还是徒弟吉小福 小福 望着师父寒气逼人的目光 吉小福后背直冒冷汗 她不知道接下来自己面临的是生还是死